Hello, 欢迎大家又来到松仔和松他的频道 你在这里看什么? 我看过垃圾桶 什么?CCTV看着吗? 是 是啊, 我们今天迟了很多才做节目 因为今天打风 其实应该昨天开始打了 但是今天就吹到我们这边了 我本身打算也没什么 没去特别留意 因为明天就是收清潮 所以松太就把垃圾桶放出去 就叫我把最后一袋放出去 我出去我就放了 放完之后很自然地就拉去路边 接着就隔了 留意我没有叫他拉去路边 你其实都放在路边旁边的草地附近 我又没有违议是有分裂的 我完全没有违议 我打算你先收起他 我怕他看不到 所以我就拿出来 然后隔了10分钟后 突然家里有一个摄影响 我说很害怕 是否有责打劫还是什么 有人想走进来 接着看到摄影什么都没有 然后就开始看到一些雪花的物体 不是 是看到一些雪花的物体 我猜不到东西飞 然后就开始看到我的百事可乐观 不然呢 是呀 在我的游戏前面飞过 哇 糟糕 整个垃圾桶的东西飞了出来 接着我和松太立刻出去撿 说撿了三个字 三个字二十分钟 飞到很远 是 去到街头街尾那里 我还看到今早买那盒鸡胸肉的盒子在里面 接着 故事教训你 打坊的时候 那个垃圾桶你真的要好好地安放它 不然就会出现我这麽奇怪的情况 那我现在就将它收起草虫 你是不是明早送花学的时候才拿出来 不是呀 收垃圾那个会知道的了 收垃圾那个知道了 我试过的 拍片啦 是不是 相机坏了 接着 开不了 所有东西都失灵 我不知道是不是 那风吹到我的相机坏了 没理由 那我相机在室内 对 我相机在室内 我不知道它怎样弄到坏了 我都是怪它的了 OK 那绝之搞了很久 我才随便现在拿个电话顶着档线 没办法 那我接着看新闻报告才知道 原来有大半个英国 今天都是weather warning 那是一路由Belfast那边 一路拉到整个英国 你看看风吹得 它都挺懂吹的 你有没有见到啊 哈哈哈哈 那个路径 它可以刚刚好包括了 整个英格兰威尔斯 和北爱尔兰 对了 苏格兰就不受影响的 南爱 我想南爱不受影响 是因为它的weather warning 跟我们不同的 那苏格兰 因为它EU的 是的 是的 所以就不同了 不关我们的事嘛 这个weather warning 苏格兰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呢 总之整个英国都是风吹雨打 其中新闻也有报导 今次的这个暴风 里面是包含了一些迷离的龙卷风 尤其是是吹习了Staffacher 和Nottingham 在Nottingham有些居民 就说目击到在West Bridgeford附近 就有一些迷离龙卷风 是局部地区性 有些吗 是 两个 他说听闻是有两个 就在West Bridgeford的地区 就是吹乱了一些登柱 那些公路上面的杂物 那就令到一个很小的范围里面 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很混乱的情况 所以我们今天就发现 我们这边的天气都很奇怪 时有太阳 时有暴雨 然后时有狂风雷暴 我下个博 下个博吗 你儿子在踢球的时候下博 就是今天一天又经历了四季了 就是英国呢 你要作为一个英国人呢 你必须要是经历过四季的天气 那才算是英国人的 游客如果你经历的话 那就对不起 你真是非常之不幸 但是不要坐在里面来说 经历一下也好 是的 不是 你要这样去理解一个天气 我们正面一点 就是通常你在其他国家 就算在香港也好 是 你下博啊 不是下博是很少的 下雨啊 打风啊 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嘛 比如说48个小时 72个小时 连续一个星期都是这样的天气的 约目都是差不多 英国就不同的 英国永远都有希望的 就是 这一下譬如我们去 诺园啦 是的 譬如我们去那些车show 或者去那些车序 就最怕狂风雷暴的嘛 一来你驾驶的路面就非常难看 也会怕线态的一些 你知道去得车序 你都不是30个路银30个了 还有就是 车银到立立令 然后去到变了立鸭 你很不开心 但是英国的天气 永远都刺予一个希望给你的 就是你不到车序 最后那一刻的集合时间 你都不知道 究竟是下雨还是不下雨的 香港不是有一个很出名的广告的 就是 又下雨 为什么连天都不喜欢我 明天一定会好天的了 你怎么知道的 希望再明天嘛 英国不需要 可能下一个小时就好天了 希望再下一小时 是的 你说完之后 放心啦 五分钟后就会好天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是英国嘛 所以前两天 星期六天的时候 不是十几度的 我打算 变好了天气 4月份有人18度 前几天还有一个新闻说 4月份 2024年最高的气温 是达到21度的 某一些地区 就说是全年最高的温度 亦都比往年的4月热的 我心想这么高 我都知道没那么好死的了 你过了它热的 要还的 虽然你说天气有时不好 或者甚至夏天都可以带风下雨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肥仔来说 是有好处的 因为全年四季都可以穿jumper 不穿jumper的日子是少的 你在香港 或者泰国旅行 或者日本也好 夏天 你迫着一定是T恤的 你没有另一个选择的 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英国不同 你如果太热 我不出街那天 我等到你打风 我才穿jumper出来见你 那你就永远都见不到 我的豬腩肉了 好了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 比较少人讲的话题 大家来到英国 很多时候就会想知道 多些关于买屋的详情 但是因为现在香港人 已经来了英国有三年 那么多了 我发觉 渐渐我身边有很多人 都会问关于买屋的东西 甚至乎有些人会PM我 我有一层楼 想放 你可不可以帮我放 大家不要PM我这件事 我是没有得卖楼的 我是没有提供这个服务的 卖楼你都是要找一些 地产经纪 又或者可能有其他的公司 是专门做这些事情 我稍后最后的时间 都要讲一讲解 其中某一些这类型的公司 首先想讲一讲 卖楼其实有很多的地方 都需要注意的 就是 卖楼其实跟你买楼 也可能有很大的关系 最近新闻有一个报导 就是有一家 都很大型的地产公司 做了一个研究调查 就说出 列出了四样东西 你这家屋如果是有 或者做得不好的话 就将会是 都很大幅地 会影响到你家屋的售价 是 所以现在一起来看看这四样东西 究竟是什么 第一样会影响你家屋的售价 就是你家屋的座向 香港人就很喜欢 是坐北向南的屋的 就是向南就是 前满向南 花园就向北 就是坐北向南的屋 但是英国人就刚刚倒转的 英国人是不喜欢 花园向着北边的 因为对于英国人来说 花园如果向着北边 就代表任何坐向里面 向北的位置的花园 是最少得到阳光 因为它的花园得到阳光的时间 是极度短的关系 所以这个花园就长期处于一个 阴阴湿湿的状态 什么都种不到 是的 种植物的话就会有难度 你也都未必可以那么容易享受到花园 即使是夏天 那个花园的位置都会较为阴凉 所以英国人最喜欢的屋的座向 反而是坐南向北的 就是门口位就向北边 但是那个花园位就是向南边 所以大家有时在看屋的时间 right move 会看到 它列明有一个优点就是 South facing garden 是 另外就是英国人除了坐南向北 那么第二个选项他们会选些什么呢 都是跟香港人调转的 香港人最怕的是什么 西斜楼 就是那间屋西斜楼 死了 整天都被我 日头抹着 是啊 那么我家就是那些西斜楼来的 那么永远看电视呢 就因为花园那里的窗 一直就照进去我看电视的位置 永远早上都看不到电视 我只是看到花园反光的那个窗 那个倒影 那个倒影 那么就令我很痛苦的 那么我和松太呢 经常要关上窗帘才可以看到电视 甚至乎呢 是走去另外一个study那里呢 就在里面看一部小一点的电视机 那么但是英国人呢 就很喜欢西斜 因为他们实在太少阳光 在英国来说 他只要有阳光就会开心的 他不管那个阳光是由哪一个座向射出来的 那么所以呢 英国人来说呢 如果是一层西斜楼呢 反而是会值钱过呢 你一间座北向南的楼 因为大家首先要明白一样东西 在香港呢 你买的通常都是flat 那么flat你是没有花园的嘛 对不对 就算你有个天台都好 那么天台是专地来的嘛 你不会有个天台是草地吧 就算草地是假草啊 很少会 我想没有真草吧 来我真草的天台那里参观一下 我就没见过了 但是呢 在英国就不同了 你每一间屋 基本上后面都有个花园 那么所以对于这个花园的使用呢 在英国来说是特别为之重要的 那么而且呢 就是 为什么要西斜呢 西斜呢 就是可以那些太阳 可以照倒进一间屋里面 那么这间屋就会容易 又生气一点 是的 那时候开心一点的 这个一来啦 第二就是因为你冬天的时间多的话呢 那么你日照照进去那间屋里 那么你就会暖了那间屋啦 是的 那么你暖气都开小一点的哦 那么其实是一个 省电的坐向来的 我没想这样的 那个坐向 environmental friendly 那么但是呢 你在香港你就很怕 因为香港是热的地方来的嘛 是的 你日日都还要照住进去我家的话 我就更加热了 是的 是的 但是英 所以你会不会发觉 在香港你试试西斜的话 那部冷气都快点坏的 因为天天照着的 是的 但是在英国就不同了 英国的话 你始终阳光比较少嘛 你什么时候有听过英国人 投诉它太热的呢 我就没听过了 英国人永远都是投诉太冷的 也都是的 太小阳光太沉的 弹大风 是的 Today is miserable 但是四十几度 日光的白很晒的时候 Oh today is so miserable 哇 very hot Hot到我那些汗 那些sweat 不停滴下来 不会的嘛 我从来没听过 那当然没有 我就算以前上班 Hot到那些sweat 我以前上班呢 因为公司没有冷气的 是的 那真的试过 譬如三十几四十度 很热 穿着衣服 那我就跟我的同事投诉 哇 突然很热 那些同事就没有东西 那什么热呢 Come on man 多好 Enjoy the sunshine Be a man 是的 Enjoy the sunshine 所以他们根本想起 那个文化 已经完全不同了 根据调查所得 如果你这家屋是 坐北向南的花园 向着这个北边的话 那有机会 令到你这家屋的价值 是低过市价五千磅的 也不是很多的 五千磅 这个你需要 depend on 它那个市场的状况 你家屋的location 附近有些什么 那些也很重要 现在单纯 只是拿家屋的座向来看 所以你不要说 我是坐北的花园 那死了 我家屋不值钱 那不是这样的 OK 因为你都要看回地区 英国买楼第一件事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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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最重要的 接着才是其余的配套 学校 接着 位置 是的 落到下面一点的位置 才是这个座向的问题 但是 即使你的家屋真的向着北的 即是花园向着北的 那有没有方法可以改善呢 其实都有的 第一就是 如果你家里有 譬如有些木的围栏 或者你家的墙是可以油颜色的 譬如有些人买旧楼 他墙身可能会油了一些颜色上去 最好后面就是油淺色 白色是为之最佳 反光 是的 那就可以反射那些阳光 还有也都可以在一些适当的位置 放一些镜子在那里 哦 那就用镜子来反射阳光 是的 但是这个大前提 就是要你不要先相信风水 因为风水你放那些什么八卦镜那些 放镜子是有 有些影响的 我知道 是的吗 我相信是 我不知道 因为我完全不懂这些东西 所以大家自己去衡量 但是英国人就会建议 你可以放一些镜子的装饰 在花园那里 就去反射阳光 那就可以令到你的花园 变得没有那么潮湿 还有阴暗的 还有如果你向北的花园 最好就不要太多的草地 因为那些草地 涮涮涮涮涮的话 很多机会生那些青苔 或者一些藻类的植物 又或者甚至乎生菇菇出来 那都有机会的 我以前就住过一家屋 比较阴森的 阴森的 那个花园位 就是在一个地下 就是在一个石屎地上 生了几颗菇菇出来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毒 如果知道是没有毒的话 我分分钟会过来炒来吃的 第二个都很影响你家屋的售价的 就是你有没有停车位 那停车位必须要在你家屋的前面 或者是旁边 总之是要很近距离去到你家屋的 四栋墙任何一栋的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因为现在英国电车很普及 那如果那个人去买的电车的话 他需要安装一个充电器 那如果你家屋是没有停车位的话 他就不能够安装一个充电器的长度 帮自己的车充电 他一定要拍街 那这个就会令到有某一些人 可能购买的意欲就会降低 另外就是通常拍街的车 就比较容易会被人撞烂 或者撞烂一些镜子 很多时候那些terrace楼就是很典型的 门口是没得拍车 尤其是那些旧楼 就算是semi-detached 有时都没得拍车 但是那些车就拍光了 经过门口就行人路 行人路再出才是拍车的街 那拍了在那里 那你车来车往的嘛 那些车就很容易 晚上可能行 就是看不到或者喝醉酒 就开了你的车那里 一下子挂下去 然后那个镜子就烂了 对了 hit and run 然后它一定是走的了 基本上你都不用指望它 停下写一张纸给你 都近乎不可能 所以你的车拍出去的危险性 也会大增 另外就是 你会很难找到位置拍的 有时 就是可能那条街很繁忙的 你天天都要找位置拍的 那辆车也都拍不同的位置 那所以这个呢 也都会是令到房屋价值呢 是有所折扣的 不过其实市场价格上面都有反应出来的 因为一般这些楼呢 房子都会较为小一点 窄一点 比较密集一点的区域 那所以 在新楼来说就较为少这个情况 新楼多数都会有个泊车位的嘛 那但是我自己都见到 如果譬如你是一些出租的flat也好 如果你完全没得泊车位 甚至乎没街泊的话呢 那些人租的意欲都是大大降低的 我真的感觉到这一样的 那最好 最理想的 at least 都真的一定要有一个泊车位 那根据这个调查显示 没有泊车位的屋呢 那个售价呢 同一间屋 没有泊车位的话 同一个区呢 是会比有泊车位的少 20,000的 就是2万磅 是的 那这个是对买家来说呢 算是一个挺重要的因素来的 但是 你划分两头 如果我是没有泊车位的呢 其实都有好处的 什么好处 就是你的车被人偷 或者打叫的机会比较小一点 就是偷就 不知道哪间屋打哪间车 是的 偷的话呢 首先它很难用那个 无线的东西去弄 因为它都不知道是哪间屋 是不是 还有距离会远了嘛 所以你用那个无线的东西来 来找你的时候的信号 那个机会都小了 第二就是 again 它要知道你住哪间屋 它真的要很留意你踩完线 它才可以做到这件事 那无论你住哪间屋都会被人偷到的 如果是踩线的 是的 它是精心部署的 你住哪间屋都会有机会被人偷到 就是被人偷到的 但是 如果它是纯粹是 因为我知道这间屋有这辆车 跟着来捕你的话呢 那你比它target的机会都小很多 因为一般呢 如果这些屋是terrace屋 其实我都上网看过一些资料呢 就是 你因为你两边都进不了去 是的 后面的花园也都密质质 分分钟就是跟别人打对的 别人的花园跟你呢 是中间没有任何纳红的 那其实它是三边都没有位置进去你的屋 是的 那变成了其实它要打劫你 唯一方法就是经过你的正门 那你只要你正门做好的保安措施 基本上它是没得进来的 是的 所以在保安上反而它是有一个优势 那就要看你怎样取舍 好了 第三个因素呢 就是香港人觉得最痛苦的其中一件事 什么 就是关于你的花园的草地 因什么那么痛苦 是 因为草地呢 对于英国人的买家来说 是非常之重要 但是香港人呢 对我都很重要 很多香港人是很不喜欢草地的 那所以很多时候我的客人呢 都会选择是铺石啊 就是铺砖啊 又或者是铺假草啊 又或者是铺decking啊 总之务求呢 将那个草地的范围呢 有那么小 缩到那么小 那最多可能有一些花槽去种一下花 那但是实际上那个草地 本身占的面积呢 是很小的 甚至乎完全没有 那但是呢 大家要留意一下一件事呢 就譬如你是买一间新屋这样算 很多时候有些人呢就会伸我 哎呀 发展商你不用跟我铺草了 我直接会铺砖的 其实这样做是不好的 因为一个刚刚起完的地盘呢 英国的council很多时候呢 都会规定你不可以铺超过50%的 除非你下面有改一些疏水道 是 否则的话呢 你再铺过去的话呢 就有机会令到人家的花园呢 是水浸 是啊 还有有时呢 因为你的花园不是全平的嘛 不是全平的时间呢 就可能有些某些地方 凹了去的位置呢 就要填补回来 那就可能呢 两边呢 就会将个花园提高了 嗯 提高了之后才再铺转 那就麻烦了 那就会影响到人家的花园了 嗯 因为人家的花园仍然在低水平 你的花园高了 那你的水是不是会流到人家的花园呢 这个也会引来可能跟邻居方面的挣执 所以大家也需要留意这件事情的 第三呢 就是因为发展商刚刚起完的楼呢 其实它的疏水系统 某程度上也都是倚靠草地的 是 所以呢 如果草地完全没有了的话呢 你就是不让它有疏水的途径 那当然啦 很多时候你铺砖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引水道 有些水管那些东西 但是花园师傅去建的时间 那它都是用它认为那个雨水会在哪里来 那它就引去哪里 但是那些位是有限的位置 是啊 因为你始终不是你整个地去缩所有水 而是你将它集中在某些地方 那就有机会呢 不一定的 会有机会令到某些地方的泥土可能松了 又或者那里overflown了 就是那里太多水了 就在那里倒灌出来 都有这样的可能性 那所以很多时候 买新楼的期间呢 都不会太建议大家 全个花园铺砖的 因为如果人人的花园全部铺砖的话呢 那你那里就会增加那个地区水浸的风险 那当然啦 刚才说的情况全部都是假设性啦 那大部分都应该是没事的 但是你比较上会增加了风险啦 那英国人呢 就对于铺砖这件事呢 就不是说太喜欢的 说真的 因为他们是个花园呢 认为是要有个大自然的环境啦 你帮我 所以松太太就很british啦 我家里它坚持有草地 是啊 我很坦白说 你问我口味上的话呢 我是不喜欢草地的 因为我本身个人就是不是很喜欢植物 那你又没得改我 我喜欢不喜欢那件事 和那件事对你好不好是两件事来的嘛 是吧 我够支汽水啊 薯片啊 对我不好啦 那我喜欢吃 那有什么办法才行的 就是这样的解释会比较容易一些 好 那在英国人来说呢 他有时候去买一间屋呢 他是很dependent 有时候他真的很dependent那个花园 很喜欢我 很想是 很幻想自己去BBQ啊 在那里呢 放一张椅子在那里晒太阳啊 放一棵树啊 是啦 就是好像松太那样 种下这样种下那样 那香港人呢 就比较上是 懒了 或者是不懂得处理的 那我剪草机都不知道在哪里买 我怎样搞得到那么大 不是比较实用主义的 是呀 怎样搞得到那么大的草地呢 我们是比较实用主义的 是 就是那些 可能那里建一间屋呢 就用来做office 这里呢就用来放东西 是呀 因为你从来都没用 因为有个这么大的地嘛 那你就会想 那里那么浪 全部用来种草 好 我不如那里建一间屋 那里呢就建一间屋 那里就放一间车 然后这里最好有一条走廊 拨过去是吧 然后有个斜顶 其实最理想呢 不是铺砖 也都不是铺草 起了它 是呀 整间屋堆出去 四棵墙围住 变室内 最完美 那但奈何呢 英国人的买家呢 就不是这样想的 因为你卖楼嘛 那你卖楼 你就要顾及英国人买家的感受了 我们刚才说了几样东西都是 那他们就会觉得 如果你铺了砖 铺了假草的话呢 就会失去了花园应有的作用 是 那还有呢 他们也都很讲究 那个花园的草地 那个健康的状况 是 那这个呢 对于香港人来说 是一件很陌生的事来的 因为香港人说 我要维持自己的健康状况 已经很不容易了 OK 我还要去你的草的健康状况 蛤 我哪里有这么多时间啊 你真的以为我退休啊 那所以呢 我有做的啊 宋太常常都会出去密密干的 我也不知道她在做什么的 那 英国呢 因为很多时候呢 你有那些蒲公英那些吹过 是呀 有很多不知名的植物 不会吹过 那你的草地呢 就算你有剪草也好 你如果没有去维修草地的话呢 久而久之呢 就会经常出现这些 这些叫什么呢 Duntylai 是不是蒲公英生出来的 Duntylai那些草 Duntylai 这些是蒲公英生出来的 Suppose中间是有朵花的 你记得我们第一间屋呢 一到夏天呢 整个花园都是蒲公英的 对呀 然后我很开心去摘你吹的 对呀 然后我现在 后悔 现在就后悔了 不错那个是大家的 我拿着用唱歌 当晚与你记住蒲公英 乱野 这些是会乱野的 因为第一 你的花园会越来越多这些味道 那你就很难去清理的 第二 你会吹 脖筋很粗的 你小小棵很拔的 知道吗 第二呢 就是会吹到别人的花园那里 那别人也多得你不少了 第三呢 就算你剪草呢 我就拿一个东西了 因为我 我来的那个年代是没有YouTube的嘛 没有人教你怎样保养啊 这些各样的 那就拿着剪草机 那就去的嘛 去剪啊 对了 那你去上班就忙了 你年轻人 你哪有得理他吗 那他就长得很高 我才去剪 那些味道呢 它里面有很多水分 那你一剪它的话 嘶 哇 那些水飙了出来 你的剪草机就停了 不运作了 剪草机 对了 你的人也都不运作了 所以就变得你剪草的工作也都很辛苦 还有你剪完草地 就像剪头一颜一忽的 要restore草地呢 是非常之多钱的 有时是要用10千 1万磅至2万磅不等 你要将它变化一个很漂亮的草地 那所以呢 其实花费很巨大 英国人呢 就是知道 有多么难去将一个 搞坏了的草地变化好的话 是需要花这么多钱 所以呢 根据研究调查呢 如果你这家屋的草地 是处于一个垃圾堆的状态 就是很多weed overgrown 可能脱头脱计的话呢 会影响那家屋的价值呢 1万5千英镑 那很多人就会想 那我不铺砖 我又想疏水 但我不想来 那我铺假草就行了 那但是呢 英国人呢 是特别不喜欢假草的 现在是越来越倾向不喜欢假草 他们不喜欢假草呢 某程度上 和左膠都有些关系的 因为现在是不是很多 不环保 是的 有很多just stop oil那些 那他们 除了会挤车胎之外 他们也认为那些假草呢 就是妨碍这个大自然的生长 也都不环保 那所以在环保的角度来说呢 已经扣了大绝分的了 另外呢 就是如果你铺了假草 你要再将那些假草除去它 再重新铺草皮呢 它又要花回一万几千磅 是的 那所以呢 变成就算你没有over 工很整洁了 但是一个假草的草地呢 它看到呢 它都是不开心的 就是 喜欢的人是远远少过不喜欢的人 那所以这个大家也都要考 喜欢不喜欢 是的 考虑之列 那当然啦 但是香港是你的时间 你自己去做些什么 是你有完全 绝对的自由的个人选择啦 我也都见到很多香港人 是喜欢全专地的 我心里面都是喜欢全专地的 那但是奈何 那我家里有人不喜欢嘛 那我也都要尊重啊 是不是 那也都可能 所以有些有专 有些有草咯 是啊 所以我家里就是有些专 有些草 那我觉得其实这样就会 较为理想 就是不要一次过铺了草 有些地方是有些专的 有些地方有些草 那其实我觉得就 最平衡 好了 那就讲到第四个了 第四个呢 又是跟香港人对着干的 为什么 英国人喜欢的东西 硬是跟我们是要不同的 就是如果你的 那间屋里面的浴室呢 没有了浴缸的话 大打折扣 是啊 很重要的那浴缸 喂 你对上一次冲浴缸 有什么时候就告诉我们 他来得到我 有什么时候又冲 那 是的 那些英国人就是这样讲话的 你对上一次冲浴缸 你不要理我 总之我要冲的时间 我要又在 喂 你两个儿子今天用来 那 那他们是小朋友而已 但是他们通常都是冲花灑的嘛 因为很多时候呢 你进到他那间屋 那我们做装修都经常都会见到的了 比较残疚一些的 或者呢 英国人是很有趣的 你通常有一些旧楼呢 那间屋呢 就装修呢 就只是装修二分一而已 有二分一的地方是没什么装修的 就是装修过厨房 厨房和厕所 永远是装修的priority 那我明白的 因为那两样东西 你要够modern呢 你才住得舒适啦 其他地方呢 也是比较简单的 可以DIY嘛 厨房和厕所就最难DIY的东西 DIY做得难做得漂亮的 你油油那些很简单的铺地板那些都不难 但是他们的厕所呢 通常整完之后会怎么样呢 我就见到那些奇葩厕所 那个厕所里面呢 就正方形一个啦 铺了砖 很漂亮的那样 但是呢 它有一个很小的shower shower就是那些四分一 就是四分一卡在月饼那样 那些size的shower 这样打开门 刚刚够站另一个人进去而已 然后呢 它在一间厕所的正中间 放一个浴缸在那里 哦 那些独立 就是又不是黏着牆的那些嘛 是啦 有四只脚那样的 是啦 那些好像人家 那些我都不明白 宫廷里面用的那些浴缸呢 是 就是一个兜那样那种 但是明明那厕所不够位置放这样东西 但是它硬要塞 都有的 但是有些呢 就是厕所大的 有些甚至乎呢 是犧牲了一间房的位置 就是将一间小房 拨了一面墙 将它纳入厕所范围 目的呢 就是放那个浴缸在中间 我就觉得这种做法呢 是最白痴的 那我就不会的 但是英国人偏偏就喜欢的 那因为呢 我遇过好几次的了 那些浴缸呢 因为它那个水喉呢 就不是来自于墙边的嘛 是啊 它那个浴缸的水喉呢 就是在浴缸的中间 在浴缸的中间 那边的中间 就离开了其他所有东西的 是啊 那那个东西一漏水呢 就麻烦了 整个厕所会浸的 那我就遇过几次 就是有这样的情况 一开水呢 它旁边 它出水的位置 那些水就不是进去浴缸 是在地上 是完全没办法用到的 很多时候呢 遇到那些客人呢 那去到 去看自己的家屋 那看到那家屋呢 有个浴缸在那 他说 拆了它 整个铺转 是啊 接着全部封了 变成淋浴缸 最好可不可以做到 是落地的那些啊 那些wet room 甚至乎 最好呢 就拿着花哨可以射到地上 我说不行 是啊 我说不要这样做 因为英国的楼中间那种木架 你这样做 如果真的滲水的话呢 就很容易令到 那个地基呢 是会煤啊 那些木会烂啊 就是不适合去做这一件事 不是不行 但是你的花费会大 以及不适合这样做 但是就 香港人是这样想的嘛 就是我最好 那个厕所全部都是转 然后呢 就这样 就考虑走进去浴缸了 嗯 接着呢 那厕所很骯髒 我用花哨去射一下它 是很方便的 是啊 不过我从来都没有住过那些屋 是可以拿个花哨去射一下 去射一下 虽然有个排水口啊 是 但是我没有这样做 我觉得 我很怕 那些东西都湿了 那种感觉 是啊 肥的抹干它 它就不湿了 总之我很怕 洗澡和泡 是放在一起 我很怕那样东西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 如果你 把浴缸拆掉的话 你家屋的价值呢 又会跌六千磅 但是我觉得这个呢 影响呢 其实比较小的 因为 通常你买一层楼回来 那你如果要 搬了个厕所再来过的话呢 嗯 那厕所本身 它去整个厕所 都可能是 已经超过六千磅了 你要重新去整个所有东西的话 是 所以我觉得影响不算大 但是你可以从中得知道 因为原来 英国人呢 保留个浴缸 那部分是很重要的 而且他们 不会太要求 在浴缸里面 做了花灑动作 除非 要分开 是的 除非它没有花灑的位置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新楼都有的 就是 一边是浴缸 一边就是花灑 那我经常介绍 你看看 左边呢 老婆就可以在那里 在那里搓一下 老泥啊 那些 右边呢 就 男士呢 就可以在那里沖花灑啦 鸳鸯浴啦 那些人就说 这么开放的吗 你英国 那其实不是的 英国人的原意就是 我喜欢浴缸的时候 就用浴缸 我喜欢花灑的时候 就花灑 那各取所需的 应该就很少两个一起沖的 因为英国的水额呢 未必够 那只是这四样东西加上呢 那个价钱呢 就已经等于四十七千的 就是 如果你有齐四样东西 你家屋的话 那你家屋呢 就会给其他人呢 多四十七千 是的 就会少四十七千 可以卖出去的价钱 少四万七千英镑 那但是 基本上四样东西里面 有三样东西呢 都是跟香港人的喜好呢 是刚刚相反的 那所以呢 就是有时候这个呢 你都要纳入去你的 就是买屋里面的 那个考虑因素里面 当然啦 它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来的 因为始终你的地区啦 你周围的配套啦 治安啦 环境啦 那些才是最重要的鄰居啦 那你这个呢 也都可以在 那些东西都选了 你不知道怎样去分辨 这两间屋是好处的时间 那或者看完这一节的话呢 那你可能会得到一个结论都不顶的 那也都可以 是在你卖屋之前啦 你可能可以做一些准备啦 就会令到你家屋呢 卖出去更加受欢迎啦 或者可以卖到更高的价钱 我以为你会说一下 厨房有个island啊 有个fireplace啊 那些东西呢 那些东西呢 就是吸引他们的东西 就是会令到你家屋增值的原因 我现在说的是会令到贬值的原因 还有你那些island啊 fireplace啊 或者天窗啊 这类型的东西呢 不是每一间屋都可以有的东西 你要有够大的厨房 或者你要厨房和study是分开的 你的study也要有够大 可以放得到fireplace 又或者你的厨房后面extend出去 是有位可以给你摆天窗 你才有资格去讲这一样东西 那些东西是后天 有时候很难加工的 你可能要extend一间屋 你才会得到那些东西 那如果你extend一间屋 说真的它本身 没有卖楼 那又不是没有卖楼的 有时候可能你看到另外一个更加好的盘 或者你卖得更高的价钱 那问题是 你extend了一间屋 本身就已经帮一间屋增值了 是 where or not 你又没有那堆东西 你本身extend这个行为 就已经是为你家屋增值了 所以那个是额外计算的一件事 而且我们之前好像也有掌握过的 那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 我再开一集长时间跟大家讲 那另外我开了节目的时候 又说有一些卖楼的公司 那些东西想跟大家去讲 那这一集就不够时间 over time 那我下一次会再开另外一集 跟大家讲讲关于卖楼 有一些什么公司是需要特别留意的 Anyway 那这一集节目呢 去到这里差不多了 那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或者你自己有什么想法 不妨都可以在comment section上留言 告诉我 那记得一定要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一下小铃铛 那就知道我们下次何时出片 下集再跟大家见 拜拜